在这西安宫池府王爷的船队浩浩荡荡从外木山渔港出发 一年一度的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活动7月16号登场 根据当地相传 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习俗起源于基隆雨的海面 突然出现一艘王船 随着东北季风及镇镇罗骨声死进外木山斯坎沟内 当地居民因此将王船请起供奉 而王爷绕境游江除了去除疫情 也带有保佑渔民出海平安 余获满载的用意 因为我们王爷是来自于海上 然后他也保佑我们渔民丰收 人船平安 因此我们跟一般的路上的绕境不一样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海上绕境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祭祀的方式来确保 我们能够大于大收 然后也保证能够四季平安 所以这样的海上绕境 在全国来讲目前是相对比较少的 比较罕见的 由16艘渔船组成的船队 从外木山渔港出发航行至深奥渔港 经基隆雨 经山狂港渔港 归后渔港及稻人渔港 完成寻江仪式后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世印与当地市员宋伟丽 庄敬盛 张炳军等人 共同参与持福王爷的安坐仪式 希望借着王爷的绕境寻江 一方面为民众消灾祈福赶走瘟疫 也透过活动让民众体验深度的文化观光路径 他也会申请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也会变成是我们在基隆市西岸呢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元素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宗教跟在地的文化的活动 我们也把相关的文化的一个路径把它串联起来 除了传统科以外 基隆市政府产案发展出方面 也在当地渔村举办建学工作坊 重现当地的秋柳彩花枝烟 晚上则以伴桌流水席行事举办平安晚宴 外户山王爷祭近年来透过所管祭海上游城 让更多民众都能参与北台湾最大的海上宗教盛事 也让外户山海上王爷绕境活动文化意涵 及历史故事能永续保存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